神赐下的书卷内外都有字 上面所写的内容是哀嚎、叹息、悲痛的话 神告诉以西节要把这卷书吃掉 并且要充满肚腐 当以西节吃下去以后 他口中觉得奇甜如蜜 他对我说 人子啊,你往以色列家那里去 将我的话对他们讲说 你奉差遣不是往那说话深奥言语难懂的民那里去 乃是往以色列家去 但是以色列却不听 原来以色列全家都是额尖心应的人 所以以西节必须完全遵循神的指示 虽然以色列悖逆又顽固 但是以西节不能害怕 因为神的计划 就算是以色列不听话 他们也会有一位先知 在他们中间警告他们 而且先知的话 将由圣灵的感动而出 所以先知的心 要如同火石般见硬 神对以西节说 看哪 我使你的脸硬过他们的脸 使你的鹅硬过他们的鹅 我使你的鹅像金刚钻 比火石更硬 他们虽是悖逆之家 你不要怕他们 也不要因他们的脸色惊慌 神让以西节成为一个守望者 替神警戒以色列民 尽管他费尽心血对百姓说话 百姓却要迫害他 而神在这个时候 封住了以西节的嘴 当先知不能说话的时候 神也借此夺走了 以色列民悔改的机会 其实在众多灾难当中 神的沉默才是最可怕的审判 祷ileen 神经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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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